他是天津人的骄傲 只见他背部慢慢隆起 两只手镜瞬间从背部长出 终于可以放手一搏的天津犯 使出了他的绝招 就在刚刚 天津犯一声喝住帮助他的饺子 艰难抉择后 他决定要用实力战胜悟空 师父贺仙人愤怒问他难道要背叛师们吗 看着坚定的天津犯 他随即命令饺子锁住天津犯和悟空 准备全杀掉 可饺子却同样拒绝了命令 他觉得天津犯做得对 心狠手辣的贺仙人抓起饺子 决定先杀掉 突然对面的龟仙人一个龟派气功打了 这才把这凡人的家伙轻走 看比赛的观众都愣愣的不明所以 比赛继续 改邪归正的天津犯毫不还手 任由悟空对他攻击 直到和悟空的受伤程度一样 他才开始发力 使出不知名的妖术 背上神奇的长出两条手臂 而且熟练度跟正常胳膊一样 悟空简直就是在跟两个人打 很快落入下风 趁悟空跳起 天津犯直接抓住悟空的双手双脚 坚硬的脑袋重重撞击悟空脆弱的肚子 疼痛的悟空眼神逐渐模糊 突然他的尾巴甩出 别忘了他的尾巴可是训练过的 遭到重击的天津犯不得不丢掉悟空 悟空也做出大便的姿势 胳膊镜也瞬间多出好几个 然后和四只手的天津犯疯狂对击起来 其实悟空只是速度快而已 并没有多只手 几乎和天津犯打了个平手 停下来两人对驰 仔细寻找着对方的弱点 突然悟空从天津犯当下溜过 回身一脚把天津犯踹倒 将天津犯的腿死死锁住 你掰我脚 我就捏你脖子 悟空逐渐窒息 可依旧不肯放手 这是观众们看到奇怪的事情 原来天津犯因为疼痛 四手的技能已经不能维持 这下他彻底陷入困境 台下的饺子想帮忙 可被天津犯制止 不服输的信念 令天津犯使出200%的力量 竟逐渐把身体掰了起来 拼力失败悟空被弹飞撞到墙上 悟空的实力令天津犯彻底服气 单凭实力根本没有胜算 于是他决定拼命 饺子和龟仙人都看出天津犯的意图 饺子担心得传音制止 这一招叫气功炮 会耗尽使用者所有的气 稍有不慎直接暴毙身亡 天津犯逐渐升空 他好心劝悟空一定要躲开攻击 接着他双手带点 瞄准下面的擂台 恍如末日来临 擂台和悟空静都不见了 只留下十几米的巨坑 而龟仙人还能感受到悟空的气 天津犯也瞬间锁定上面的悟空 擂台已经没有 现在就是谁先落地谁输 而天津犯会飞悟空不会飞 悟空双手合并摆出龟派气功的姿势 天津犯松了口气 因为他根本不怕龟派气功 可谁知悟空突然转身 利用龟派气功强大的推力 弹射而出 天津犯被稳稳击中 陷入半昏迷状态 而打出所有力气的悟空身体也同样僵住 两人快速向地面落去 敬业的主持人开着飞机赶来 看到悟空在天津犯的下面 恢复了几秒的悟空 再次颤抖着打出龟派气功 虽然很小但身体往上顿了一下 成功来到天津犯上面 可万万想不到的是 就在天津犯即将落地的一刹那 悟空被汽车撞到瞬间落地 然后天津犯才落地 本该赢得悟空输了比赛 比赛结束 克林最先担心地跑来 接着观众们都激动地一窝蜂跑来 感受着人们对自己的赞赏 天津犯终于理解龟仙人对他说的 活在阳光下的意思 他大气地拿出奖金请大家吃饭 而悟空突然想到 龙珠和如意棒还在会场 克林关心地让悟空先吃 他跑回去拿 可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